新來的夏日這位 大家平安 東山是今年一個我們要去新的所在短宣的地方 我是今年東山短宣隊的總召 兄弟呢 讓我在這個短宣中 讓我看我自己的軟枝 不過他也讓我發現說 他的運動是要配備給我們的 透過這個短宣 他也跟我說 要將一切的遊文 歡樂 都交給上帝 其他就是我們最好的武器 他可以讓我們有兼強的心 和疲勞的靈 這都是由新來的 還有我要向大家分享 一天我在短宣中 就是上帝他新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短宣隊 直到上帝最大的最好就是 我們都有一個學藝的愛 學藝的疼 我們每一個每天都是很頑固的 我們在完會的前一天 我們的道具準備不足 所以我們在前一天的報名 每一個人都在那裡工作 所以有一個人在外圖 有一個人在生意 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抱怨 也沒有說 齁 為什麼這麼多也還要做這些事情 他們一句這種抱怨的話都沒有說 他們只是很認真 也很歡樂地把這些東西都做好 那那天晚上 就是我們幾天就要有一個獻心會 就是要讓小朋友覺自信耶穌的一個活動 但是我們在紅山不好好準備裡面的流程叫內容 所以我們在前一夜 半夜 再來準備 再來想 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想這些流程的時候 就非常的緊急 想到頭部都要破掉了 也是沒辦法 也是要繼續想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靠人不可以 靠性我們都可以做 所以我就叫我的副總召 還有這個獻心會的總召 我們三個人就做好多了來 感謝 和上帝求求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怕疼是什麼 我相信 上帝是聽到我們的記者的 在那天晚上 報名了 大家都在睡的時候 我們基督的聲音 是多大聲可憐會跟別人叫氣的那種聲音 不過 這就是一種信心的表現吧 所以我們三個人做到基督的同時 我們的信心也在增強 就在那天晚上 我們準備好 如果 禱告完之後要睡了 我們就將這一切憂慮都寫給上帝 而那天的獻心會 出乎意料之外 等我 在上面 觀察大家 每一個人 就是小朋友看了一個小小的野生 正式的第一片之後 還有一個他們會中看到的 就是他們那種的照片 看了之後 信典牧師就問這些孩子說 你如果願意這麼想牽著 就請你牽手 結果這個時候 很希望事情發生了 幾乎每一個小孩 他們都牽手 而且 當我們的老師下去為這些小孩祈禱的時候 近年每一個小孩 都叫老師 就是做回考 做回來祈禱 對 這是一件 讓我非常感動的事情 我在上面看到 每一個小孩 是願意跟他們的心打開 讓野生 進到他們的心裡的時候 那種感動 還有 我們每一天的小孩 都 全部就是都沒了 感動就是被針 我們看到 這些小孩 教老師 願意我們的同工 願意為這些小孩付出 也願意向上隊介紹給他們 這就是我們 收到上隊 最大最大的禮物 再來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正常是一位 被領導的黨工 就是不是站在領導者的身份 今年有這個機會 其實我是很緊張的 我也發現說 種招有一個很趣的共通點 就是 他們都不敢吃飯 他們都吃不下飯 就會惡力太大 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有機會做種招 我就要做一個最高價的種招 但是 我發現 做種招真的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等我做了種招之後 我發覺 我實在不敢做種招這個位 因為種招可以在樓下 看這些黨工 帶那些小孩 我不可以下去帶小孩 因為我要去觀察 營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問題 我就要去解決 這就要當頭腦 我可能就是因為 因為平常是沒什麼要當頭腦 所以上帝 他就希望借著這個機會 要讓我去學士說 我要去當我的頭腦 去解決這些事情 還要有堅決的心去做決定 但是我也很感謝上帝 他讓我每一個黨工 他們都是很高級的黨工 他們好像是小朋友天團 雖然他們是國中到高中 但是我帶起來好像在帶幼稚園 他們都很幼稚的 也很愛趴趴走 亂不走這樣 但是這應該就是 上帝讓我最大最大的麻糟和肥肉 因為當我感覺很難過 很沒力的時候 他們都是帶我喜樂的人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上帝 讓我這些黨工 讓我可以在這黨中合室 做一個比較成熟 比他們成熟的大姐姐 對 謝謝 我收一下 抱歉 謝謝 再來我要分享的就是 這個黨宣中 讓我最感動的 是這些青年 有些青年他剛才禮拜九歲沒多久 他們一開始禮拜九歲的時候 聽到人工廠開嘴祷告的時候 他快年會唱出來 就是他會覺得說 唉唷 怎麼會出聲這麼大聲在禮拜 好像很奇妙這樣 不過他可能也是不跟出聲祈禱的那個 問題 他經過這件段宣料喔 他也是叫我們做會 我們每一個人手牽手 心連心 做回來祈禱 求求上帝 我們是用划的 不是這樣 青年主要說 是青年主要說 我們要怎麼怎麼怎麼 我們是這樣 很大聲的划出來 因為這就是一件 信心的表現 我們就要講 我們裡面 青年所需要 我們六個全部大聲 划給上帝聽 他就會聽見 他就會幫我們 所以我最喜歡的就是 我們的青年 全部為做一圈 為一圈 啊 手牽的 沒有沒有 我們是這樣 跟別人的肩 這樣肩搭肩 這樣肩 跟別人這樣 我們的意思是代表說 我們的心是連做會 我們的信心也是連做會 是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不過這種強 不是靠我們自己的禮梁 是靠上帝的禮梁 所以 當我們大聲 畫雅蘇的名牌的時候 雅蘇 他就會在我們 每個人的 生活做的工 他就會給我們 麻糬的禮 叫 疲勞的禮 叫 健康的禮 對 謝謝大家